陳其邁市長 事實在試一下雞蛋 因為我們要安慰食安的安全 那我可以問一下雞蛋的答案 送上整合水煮蛋 高雄市議員陳美雅耀市長陳其邁 現場開吃 進口蛋爭議 讓國民黨撿到槍 第四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剛開議 成為攻防焦點 沒有起標的 搞得到作遠嗎 搞得到嗎 國民黨團質疑 進口蛋席選後 為何不編嗎 議員與衛生局長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國民黨黨團質疑來勢洶洶 只是幾個小時前 3號凌晨被冒名恐嚇 拎北好油的高雄市觀光局長高敏林 PO出遭恐嚇電子郵件 要他撤銷報案 被冒名恐嚇自己也收恐嚇信 高敏林二度報案也將提告 只是踢爆進口蛋爭議的粉磚翻車 是否會影響到國民黨高雄市議員 質詢雞蛋爭議力道 那有沒有把那個有效日期那個變更 有 這都是農業部知識 業者出來爆料 那所以我們是根據這些我們所掌握到的事實來做的質詢 跟粉磚他所披露的是完全沒有相關的 當然如果最後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他要負解他自己做的責任 巴西丹無標日期是事實 就算爆出藍營黨公也涉案 高雄市議會國民黨團依舊緊咬實案議題 沒有模糊空間 進行我釐清杜英傑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晉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管理文